您所在的位置是室内的影音室面积约26平方米 保姆街面积约14平方米,带室内卫生间 面积约3平米,带他内的卫生间 超大的开放式厨房,中间加重了推拉门,中西双厨,整体面积于15平方米 中间的吧台还可以进行浪漫的烛光晚餐 22平方米的超大餐厅,北下拉开推拉门,还可以观看北下的滤景,及京城森林公园 一览无余,给人心矿神医的感觉 连接着餐厅的部分,可以做成酒吧,面积约16平方米,中间的酒吧台让家多一份情调 宽敞的过道,让主人归家后充满仪式感,使得每一个房间功能都有连接 南向的超大客厅,面积约90平方米,南向面宽长达10米,一部分作为家庭厅 一部分作为接待厅,拉开门帘,南向社区园林景观,及国贸集群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可以作为接待厅的部分面积,约40平方米,可以自家人饭后坐在一起喝喝下午茶,还可以接待客人 阳台面积虽不大,但是拉开门帘后,仿佛切身接触到外面的世界 中间的卧室面积约20平方米,带套内的书房约5平方米,带窗户的卫生间,南向还有露台 南向看去,观景特别棒 卧室的卫生间面积约5平方米,南向开窗比很大,没有一点的压抑感觉 不如是书房,环绕四周,面积约20平方米,宽大舒畅 每一个过道都让主人充满价,家,不仅仅是居住而已,更要与每个空间有分隔有连接 超大的衣帽间,节哀着卧房,面积约6平方米 您所在的位置是主卧大套房,南向卧房加南向明卫北向的超大套内书房 整体面积约70平方米,面宽约10米,采光观景非常棒 超大的衣帽间,节哀着卧房,面积约6平方米 开窗比超大的卧房,面积约26平米,可以在卧房间设置一个汗蒸房,宽大舒服 步入是书房,环绕四周,面积约20平方米,宽大舒畅 旋观连接着南北两个卧室,使两个卧室有分隔又有连接,面积约6平方米 步入是衣帽间,连通着卧房,面积约6平方米 自卧室是北向的一个面积,约31平方米的房间,可以并排放两张大床,可以做成老人房,也可以是儿童的超大娱乐空间 北向的卧室,面积约13平方米,带套内的卫生间,还有一平米左右的露台,可以做儿童房 此卫生间是北向儿童房的套内卫生间,面积约5平方米,有窗户 家裏童房的套内卫生间在包含相关的卧室中,适 sharing 我和他们的部门来的御房zur行为带套内卫生间,整理化交流 中,这一种双方米,连通过来,收益